大家好,今天超级飞侠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形合体玩具 首先是超级飞侠的乐迪 乐迪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红色的动物变形玩具 这是什么动物呢? 这个动物还是星座之一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一号球体上面显示的是什么动物的图腾呢?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只狮子 那它是怎么变形的呢? 让我们一起动手来变形一下 大家看,这个红色的变形玩具是不是很大呢? 它可以变形成一架战机呢 后面这两个地方打开之后是它的武器 好像是两把激光枪 然后前面这里翻转过来 是这个动物的两个爪 头部还可以旋转呢 这样子我们就变形好了 变形好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架狮子的战机 这是狮子的头部 两边是它黄金的爪子 那这是乐迪给我们带来的狮子座变形玩具 接下来是枯飞 枯飞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只什么动物的星座呢? 这个头疼看上去好像是一只狼 让我们来变形一下 它是不是一只狼呢? 哇,这个头看上去好像就是一只狼耶 它的头可以往下翻折 然后脚可以张开 嘴巴的地方也可以张开哦 这只狼露出了锋利的獠牙 那其实,枯飞给我们带来的是豺狼星座 接下来是多多 多多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动物的星座呢? 这是一个黄色的发光球 上面好像是一条鱼呢 它的嘴巴尖尖的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这是什么鱼呢? 这个变形非常的简单 这个其实是箭鱼星座 那箭鱼是生活在海洋里面的动物 接下来是小青 小青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动物的星座呢? 这个图腾看上去好像是一只辨尸龙呢 它的石头可以伸得很长很长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这是辨尸龙的头 底下可以翻转出来 辨尸龙的头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里面的石头果然可以伸出来 哈哈,那这只辨尸龙会不会变色呢? 小青给我们带来的是辨尸龙星座的变形玩具 这时候,迷你的粗道特曼出现了 它要给我们带来的也是一个动物的变形星座 这是什么动物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腾 它有两个大大的脚 这应该是一头牛 让我们来把它变形一下 大家看,它的头上确实有两个大大的脚 它的嘴巴还可以张开呢 把它的两个脚放下来 这样子我们就变形好了 这果然是一头牛 那这是非常著名的金牛座 接下来啊,让我们把这几个变形星座合体一下 首先是狮子座 首先是狮子座 蓝色的发光球体也安装到了柴狼星座上面 接下来是金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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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金牛座的发光球体 然后是金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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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识龙星座也来了 这是辨识龙星座的发光球体 接下来让我们来进行 机器人的大合体 首先是金牛星座 然后是柴狼星座 那它们两个变成了机器人的脚 然后是剑鱼星座 还有辨识龙星座 这两个变成了机器人的手 最后是狮子座 原来狮子座的头是机器人的头呢 那我们的合体就完成了 它的右手装载着剑鱼星座的武器 然后左手是辨识龙星座的武器 左脚和右脚分别是金牛座和采狼座 这个玩具还可以发光呢 而且这个玩具的手和脚的部分 可以交换 让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样交换的呢 然后把剑鱼星座放到机器人的脚上 辨识龙星座也一样 这样子他们本来是两个手部的武器 现在变成了脚部 然后金牛座 还有柴狼座变成了机器人的手 那这个机器人的手和脚都可以互相交换 是不是非常的好玩呢 那今天超级飞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合体变形玩具 你们喜欢吗 喜欢的可以给我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